请勒 东海一期见成也有一年了 对 你们二期什么时候上马呀 老领导 要不咱们先参观吧 行程上 已经有安排了 等参观完以后 有专人向您汇报 边走边说嘛 我又不是庙里的菩萨 还非得坐定了 才好说话呢 是 周四 汇报这件事之前 想先请您参观一下 东海的研发部 好啊 既然来东海了 那么就听宋厂长的指挥 好 先上车吧 来 给我领导上车了 请您 请 好 今年二月份 我们粗酸乙气势剂的研发 取得了突破 这是研发中心成立以来 第一个获得专利的项目 它每年能为东海 节约三十万左右的 原材料费用 还能作为独立产品投放市场 供应给相关行业的 兄弟企业使用 成绩还是很喜人的 东海 渐成一年的时间 研发就能取得 这样的成绩 小苏 不错 记得当初 你跟玻璃申请研发经费 开口就要年利润的百分之十 按照你现在的投入产出比 不说实现利润 就是收回成稳 现在看来 也是遥遥无期啊 三十万的回报 确实不够让人买 醋酸乙烯聚合剂 在乙烯工程中用量较小 但在未来与乙烯配套的 丙烯酸工程中会重点使用 保守估计 能为东海节省成本 在百万元以上 周四请看 这是我们对全球化工企业 四十强掌握的专利技术 做的简单分析 艾克森美夫 巴斯夫 拜尔 洛达 这些公司每年会公布 近千项的专利 不少巨头拥有的专利数目 多达十几万件 在如此惊人的科研成果背后 是巨额的投入 他们每年研发费用的支出 约占到总销售额的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按比例算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天文数字 全球化工第三大经济体 德国的研发费用 甚至占到全行业支出的 百分之十九 当然 我相信这些数字 周四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在这里提出这些 不是为了证明 东海的研发中心 做得有多好 相反 在对外开放的 大环境下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努力 与国外的领先企业比起来 简直不堪一击 有危机感是好事 但是研发成果的积累 不在于单打独斗 南方谈话以后 国家大力提倡 深化 改革 扩大 开发 我们也要学会 借鉴别人的成果 实现自己的快速发展 周四的话 真的是高屋见领 我们最近 正在按照您指示的精神 为东海二期寻求合作伙伴 力求与国际第一流的企业 进行深度合作 自从三月底 南方视察讲话发布以来 国外化工集团 来中国投资的意愿明显增强 我们已经与美国洛达 法国道达尔 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联络进展 只是目前还不确定 他们来花的考察时间表 美国的洛达 法国的道达尔 小宋选择合作对象的标准 还真高啊 按照东海的发展规划 二期的进度是慢了点 在这一点上 作为东海厂厂长 我想领导检讨 先不要急着揽责任 你们东海二期工程 进度的确是慢了一点 但是如果能够和这些企业 谈成合作 就是再等等 也是值得的 另外 合作形式上 你们也可以更加灵活一点 比如说合资建厂啊 股权换设备啊 只要能为东海 引进先进的技术 不居形式 大胆尝试 感谢领导的大力支持 我们一定不辜负 周四的后望 东海一期 上法比较仓促 历史原因嘛 都不去说它 二期设备 一定要保证其先进性和兼容性 年轻的干活 敢闯敢坐 我们一定是要支持的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我说我可真是佩服 你说闭着眼睛 让他们干活 他们都不敢扶着 你什么废话 老子又不克扣他们工钱 人手不够的时候 我下小公一样 跟他们一起干 哪儿搞我这么好的老板 你嘴面竹眼呢 你笑什么呢你 我现在就是后悔啊 当初怎么只让你 掏了我帮过去 早知道让你多掏一点了 是不是 十公斤不用钱 一个人把活全包了 就就就就不行 就不行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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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州那边怎么样了 别提了 南巡讲话之后 不是政策好吗 政策是好了 市场卖了 八十万 五十万给小冉 剩下六三能给 你啊 现在学会耍老子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打人能打脸吗 这个李史东什么事回事 没人了 您您再晚一下 看什么毛病了 没人了 那点毛病东西 我就想 我回办公室了 再过出去一点 拯救几位一点 那冤枉钱太傻了 给谁看了 这不是前段时间 诸事不顺吗 咱得出生会去是不是 那你打算怎么办 大班材 老板女生皮沙发 这都不能少办 那是不同地产 那是养老的 那是养老的 百贵不得坏 要坏在墙上 弄成脑型 望来人办公室 正宫间叫啥 要大同展示 和天地 你在那里挖个大 往那腰里都一憋 那才想爆发我 多少钱 那么多 一 我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啊 你花这么多钱 你买它你是有病啊 那咱俩醉起来的时候 饭都快吃不起了 你买它干吗呀 这不是要跟向安他 延期付款的事情吗 不装着自己有点时间 公子哥怎么信咱们呢 你买了他了 这公子哥就信你了 关键的十月 十月前一次就行 那我问你 这几个月你哪儿操六十万去啊 那不是空 我们大神哥 把这施工钉得紧一点呢 地面只要一找平 水天一通 咱们就立刻开始租谱子 阶梯是租金 一边租一边建 这不就合过来了 只要思想不怕不怕 办法从里头展出 你想得到挺开啊 四百多个谱子 靠什么填满哪 这一段我得空 就跑那生意好了小店去 我把咱们这市场吹得 是天花乱坠 可没一个小老板动心吗 他们怎么说啊 都跟一个师傅交流来似的 说人之所以生命好 就是因为地段好客流大 谁会来咱们这儿 破云这鸟生蛋的地儿啊 这儿啊 看来不能找小铺子了 得找他们不要供货了 那就想办法把 大供货商引进来 价格可以低点 关键是要快 中秋节之前 咱们就得开张 干吗这么急啊 中秋节虽然不放假 那好歹是个节日 人们自尾出来逛一逛吧 东海市场就得在那个时候 打向咱们的牌子 杨俊 你跟我说实话 这萧然能答应你 是不是给你加利息了 还点利息啊 我三个月 咱们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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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了 杀了 驴轩 不是 别吃了你 这种话你怎么能随便说呢 你妈在外面借了那么多钱 全都搁在市场里头了 你为了她把肥肉都给卖了 環上钱不就完了吗 千 Até 十二嘛 神 才十 这萧白俩现在真是够狠的了 那老话怎么说来的 小车不倒 只管说的 说的就是咱们这种人 只要咱们没有被干趴下了 咱就得往前冲 把他放松开一会儿 还有吗 999 来卡 暴力冲进 三 九 六 一 营业执照拿出来 小阳 不要哄 老杜 你这生意不错啊 不错不错鬼啊 来一条红塔山 小阳现在发财了 客气搭嘛 红塔山还撤起来 我问你 那后面那个小屋 你还住不住了 我指红塔山呀 红中华也是成功 你还别讲了 红中华我如果还真有呢 看到吧 你做什么生意啊 发那么大钱啊 你做什么生意啊 和你一样啊 运用百货 那你 店在哪儿宽 我不开小店 我搞批发市场 快快快 晓阳 你别讲了 你那时候坐我家 我家看出来 你不是一般人 不天当老板 晚餐睡地板 冷吃苦啊 夏丽子融 绝对发财 我就知道 你这个老杜啊 眼光是真的好 可是 就是可惜 我们市场啊 搞大宗批发 现在这种小生意 也进不来啊 要不然凭咱俩的关系 怎么着也给你搞一个铺位 正好我们十一国庆期间 约个展销会 保证你大赚一笔啊 老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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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想吃糖了 来点糖 好好好 要这哪个 好 来给我一毛钱的吧 大半途 晓阳 那你们那边 能开正规发票啊 什么 正规发票 正规发票啊 我这些手续都是正规的 还正规发票 那个真逗啊你 那到你们那个里面做生意 就没得乱收费 乱发款的了吧 那当然了 来我市场里干 这些事情都是我来搞定的 你们只管安心地做好 你们的小生物 里面 多大的生意好紧张 有多大呀 多大 像这个AO香皂吧 最少 最少啊 也得是趋一级的批发商 AO香皂的批发商 我能做 你 你这一看就是假货 假货我不做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总部公司经的货 可能是假的 钟摆公司 你蒙谁呢 电视上天天演那个广告 抢都抢不透了 估计排队都得拍到明年了吧 钟摆和蒙谁呢 你这烟也是假的吧 不会 不会 我 我跟你说实话 晓阳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这个AO香皂 还真不是从总部公司进的货 我有人有关系 从厂家拿的货 比总部公司还便宜 还能拿货拿的多 这个批发商我能做吧 真的啊 绝对真的 那你一个铺面租金多少钱 铺面有多大 你先别管租金多少 反正只要你老杜来 跟别人的价钱绝对不一样 那就多谢一下老板了 老杜 你有AO的路子 算是香皂的批发商 你认不认识烟酒糖茶的批发商 也介绍过来 租金我给你算七成 晓阳 你做那么大事 你赚那么多钱啊 还要我帮你拉人啊 老杜哦 你知道我市场多大吗 多大 多少个摊位你知道吗 你讲 四百多个 这只是一期 还有二期三期 我告诉你老杜 以后全东海的日用百货 都得从杨树去出货 你要不来 自然会有了 真要别来 不是 小杨 小杨 杨老板 杨老板 你们都说不来啊 杨老板 杨老板 不来来啊 你们都说不来 讲得好不好 明天上午 我带你去接那几个 燕酒糖茶的批发商 我跟他们关系绝对 不用你来 把电话给我 我自己找他们 来 怎么了 我的老杜啊 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 这续机上做生意的 有几个傻子 你把他们带过来了 他们就知道 你吃了回扣 吃回扣可以 但咱吃下千万别太难看 以后你还得见人在那吧 那 那我把琵琶上电话给你 你不会就把我损了的吧 电话 你看看 今天刚打出来的合同 你要不信我 现在就签了 来 晓晓 我来把合同捋下来 慢慢看 行行行 慢慢看 慢慢看 看完了 想好了来找我 老杜 我阳寻 永远认你老杜 来 哎 杨老板呢 这个是呢 烟 酒 国品 产业的琵琶上的电话 要是谈不好 就讲受劳度介绍的 保证成功 知道了 知道了 走吧 我看你怎么回事 我就想给你 我回答你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 我在这边 你不可以 你不要 你不用了 我把琵琶上 你不用了 我把琵琶上 你不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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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 Jessica 聽說你離開你的工作後 Jeremy拒絕了你的提案 我沒想到看到那個怒氣在他的臉 我感到你可能離開 但我還不確定 你還好嗎? 我們吃飲料和晚餐一會兒 我想見你 你當時是開放? 讓我知道 再見 李安,這是 Gene 我抱歉你現在 但我最近很忙, 所以我讀了你的报告, 我和总统交了它 我们很高兴听, 政府有明确的姿务 感谢你, 我们现在要投入中国 如果你有其他推荐, 请我告诉你 好的,我会再会见你 好 嗨 宋老师 嗨 宋老师 嗨 鲜姐 嗨 鲜姐 嗨 厉害 嗨 Sparklym 嗨 宋老师 嗨 宋老师 好,謝謝 Liang! 嗨,Gene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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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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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剛結束了 這裡有什麼 你必須知道 東海化學物品 還有一些資料 在中國的化學物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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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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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referential investment properties Product structure for the Chinese chemical field Where did you get all this stuff? So who's going to lead the team to China? I was thinking Howard or Harry I haven't decided yet, what do you think? One is technology expert The other one is financial genius Tough choice Speak plainly Well, to be honest They're both great But neither of them is the best choice You know, many American enterprises who enter Chinese market Have suffered great losses To open the Chinese market You need someone who knows China well enough So who would you choose? I quit I fired my boss You quit Wall Street Yes Congratulations You know, I've been cut up ever since you turned me down after graduation Now I'm relieved Now I'm relieved Well, I have another good news for you I would like to join Loda And take charge of th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China And take charge of th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China Sorry Kale Cops have just arrived Alright, I'll be right there Okay Why don't you come to me sooner? That's great news, that's great news You can help Howard and Harry with the China project That's perfect No I would like to take charge of the whole team Well, they're good leaders But they cannot leave me in dealing with issues about China You're serious You're serious I'm super serious You've been here since you were 12 And you've been back four times in 12 years What makes you better qualified than the rest of them out there? Well, I started worki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hemical project since my freshman year And I recently recommended Donghai, which is a great company I don't think your American employees can do better than me Liang, this is a big project, worth over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f you're so confident that you're qualified for this Why don't you just come to me directly instead of as a data analyst Look I appreciate your ambition But the highest position you can get here is senior investment manager If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do it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China and prove yourself And then if you come back here You can have the job No I insist on taking charge of the whole team If I join Loka Don't overestimate yourself I could have just as easily got the report on Donghai Chemical from here And with the markets open in China now I'm sure they'd be happy to give me anything I need So you think you can pick the best one just by reading the statements and reports Isn't that what you did? Do you know w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enterprises?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this permanent employment system Which means if you want to cooperate with them You hav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workers' life And that's a huge burden And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you to improve efficiency under the system I did not know that I recommended you don't hide It's because it's a new enterprise At least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the endowment And medical insurance for the retired workers But that doesn't mean it's the only choice Because it has a disadvantage in geographic location So what would you suggest? There are many chemical enterprises that have investment potential in China So I need to make a field trip there to pick the best one And without insider's help You never know the potential risk So I'm guessing you're the only one I can rely on I know you've always been bold Alright I'll make you my special assistant for Asian affairs I'll put you in charge of the preliminary investment If you do well, I'll take it from there Deal? Deal 宋長 用美國的傳真 已經給你放桌上了 好的 Hello Hello,私生 我是宋宇輝 你放我的傳真問你收到了 宋老師 我就知道你一上班就會給我打電話 怎麼今天下班這麼早啊 先給我說說壞消息吧 我先告訴你好消息吧 好消息就是 我說服了洛達 年內他們就會去中國考察 東海會是其中的一戰 好消息 謝謝你,私生 那 壞消息是什麼 壞消息就是 我加盟了洛達 什麼 我上次給你打電話忘記跟你說了 我從頭好像辭職了 接受了吉恩的邀請 以後會負責洛達在中國的投資 那,那怎麼是壞消息呢 因為你以後就會面對一個非常厲害的談判 對手 宋老師 你是不是後悔把那些資料給我看 我相信你的判斷 你掌握的資料越多 對東海投資的意願只會越強烈 同時我還要告訴你 除了洛達 我的同事也在與其他外商洽談合資事宜 有競爭對手這才叫比賽嘛 不過宋老師 我已經開始和我的團隊 移到篩選區中國需要考察的企業 東海面臨的競爭還是非常激烈的 希望你和你的東海廠能夠打動 好,期待你來 拜拜 進來 宋長 日本廠商給韓廠發來了合資邀請函 希望下個月能在東海重啟談判 告訴韓廠 洛達年代也會到東海 這個消息可以透露給日本廠商 好 這次我們展交會啊 區裡市裡都給了很大的支持 您看外面的彩旗展板 那都是區裡給提供的 我們還通過東海廠的後勤 聯繫到了幾十家東海地區最大的水產 肉類和勤蛋類的批發商 再加上我們市場本身的乾鮮果品 醃酒糖茶還有日用百貨的攤位 您看,這些人都開始陸續入場了 我們這次東海中秋展銷會 一定可以辦得又熱鬧又紅火 貨品的多樣性啊 一定要考慮得周到 得讓市民感覺 只有想不到的,沒有買不到 領導就是領導 這說話真有水平 你看,我一個經營市場的 都想不到這麼經驗有力的宣傳營 楊雪,明天咱們在這兒 就必須得立一個宣傳欄 裡面就印上王市長這句話 只有想不到,沒有買不到 這將來就是我們市場的經營方針啊 我是隨便說說的 隨便說說的都真沒有水平 區長,你實在太謙虛了 你看,這幾天咱們倆交流下來啊 我覺得自己啊,都非常有長進 以後還是要多跟區長學習學習 區長,你看,我們東海市場 現在真的是萬事俱備 但是,只有一條比較興趣 我們這兒啊,交通不太便 還望區長多多地照顧,多多地支持 你們的工作呢是搞得不錯的 填補了東海缺乏大宗商品批發市場的空白 用車的問題啊,我們會大力支持的 這也是惠迷便迷嘛 是的,是的 至於加開幾趟搬車 我們會回去開會研究的 嗯 最遲後天會把這個方案定下來 多謝領導,多謝領導 好 那一切都拜承區長了 這次真的很感謝區長 具體好,我還有點急事需要出路 我就不送你了 我讓大神送你 你忙吧 來 來 老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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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給出去沒有 過來 站住 站住 你怎麼就沒給出去呢 我剛一拿出來 人家王區長就給推回來了 人家說幫咱們這市場主要看兩個 一個是宋玉輝的面子 還有一個說咱們是 你怎麼這麼笨呢 我早就說我不行 你非讓我送啊 你行你決呀 人家王區長根本就不是那樣人 我看人挺光明正大 什麼光明正大 給你機會你都不要 給我什麼機會了 他拒絕你的時候就是給你機會呢 那你說怎麼送 那你說怎麼送 開門趕緊把東西往上一塞 把門一關你就走 我拒絕都沒得拒絕 楊老闆 楊老闆 你也在呢 老闆 聯繫上了嗎 必須聯繫上 擁有三家做印記海鮮的願意 比那兩家好多了 都有什麼品種 我一家一家地看吧 那個舟山的海帶 旺潮 水蟬 就是龍頭魚 應有盡有 頂尖的好 咱們市場可就缺當地的海鮮 你可是解得我燃眉之急了 給你記上一功啊 哪有得送我一面錦旗啊 市場標臂好心人 今天沒有 開玩笑開玩笑 我先把貨給弄進去 你們倆去 忙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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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紀詠儀賣電器的 水產生意跟她有什麼關係 她幹嘛那麼積極啊 你覺得呢 咱社那免費攤位招攬生意 她肯定賣給周山魚販子了 又掙了黑心錢 聰明 有道理 把她鋪子收了跟趕出去 算了 市場剛開那會兒 一半鋪都租不出去 她來自二雪中送他們 還是你厚的 就是有點笨 走啊 小花 那看好的地方 都租給別人了 是 沒三個錢沒交錢 沒交錢 沒交錢不能這樣 說不定 你合同也沒錢 我也是 幹嘛 你讓開 沒你的事 我們叫楊群 什麼話呀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別擔心 自己人 咱們去場去批發生的 楊群啊 虧了你還講出來自己人啊 自己人跟自己人能說話不算話 對 上個星期我們訂好的菜沒 怎麼給人家了呢 對 就是 這不方便說話 盡我方無事說 楊群啊 你也太不講信了吧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你這樣搞下去 看哪一個還敢跟你做生意 當初你是怎麼說的 你看 現在又是怎麼樣 你不知道怎麼做呀 對呀 你還不講信用呢 對呀 我別說了 老公 你說 楊群啊 當初努力住在我家小房間 是吧 我們兩個多多少少算有個交情吧 當然了 當然了 你後來看我到底就過來住探位 我看你這個人還滿實在的 就來了 但是你不能把我們看好的探位 做給別人的 對啊 就是就是 老杜 交情歸交情 生意歸生意 你們看好了的鋪子 你們拖著不給錢 後面的人搶著要付錢 你說要換做是你 難道有現錢不要 非要等那些拖三拖四的 我們不是推三拖四的 我們 我們不是籌錢 什麼 籌錢去了呀 籌錢去了啊 籌錢 我這個市場一個鋪子 月租才三百五 一年也就四千多塊錢 你們都是搞批發的 這幾千塊錢難道拿不出來嗎 不對不對不對 三百戶 這交戶是三百戶嗎 三百戶 說過你三百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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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是上星期的價 這個星期來了七十八戶 都是三百戶 你 你 你租地漲錢 你 尖峰漲啊 你太夠分了吧 太夠分了 你們要是再不租的話 下個星期可就四百了 四 四百 四百 真 不瞞你們說 這個東海展銷會啊 費了我好大的功夫 光是找那些人去街道 去居委會 做廣告 做宣傳的 我就找了四五十個 剛剛市里答應過 要在我們市場 新開五條公交線路 我告訴你們啊 不到冬天 我們市場 將成為全東海 人氣最旺的地方 真的不是我陽神吹牛 我們市場呢 是一艘大船 通往發家致富 道路的大船 如果你們再不上船的話 就要被時代 拋在岸邊了 陽神 要沒動我的話 當初你這個市場 一個人那麼的 來 來 你這個同一批進來 做還沒的 哪一個不適合我的關係 做人不能萬人服依啊 老杜 做生意歸做生意 你說這些有意思嗎